大家相信吗?通常我们是用杯子震着取水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我可以把它倒着也能把水取出来 大家看 这个水现在我倒着杯子依然可以把它提在杯子中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空杯提水所带出的话题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投资者通常对于股市或者是其他投资者都是在低买高卖 也就是在价格低的时候买入 当价格上涨之后再把它卖出 但实际上在金融市场里有另一种操作的方式 就叫做做空 它的原理和这个反向的杯子提水是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股票未来会下跌 我们可以以现在的市场价先行一步把它卖出 之后再过了几周或者是几个月 当它价格下跌之后 我们再用更低的价格从市场中把它收回买入 那么这个反向的操作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做空 大家可能觉得投资者大部分的散户或者是普通投资者会听到做空 会觉得这个非常专业非常难 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 做空这个操作方式已经从传统的华尔街专业机构 过渡到了现在的普通老百姓 甚至于普通的散户也可以操作这样的行为 那么通常来说 当股市出现回调或者下跌的时候 传统的操作方式很多时候会面临局限 因为你不知道它下跌会有多久 甚至于当某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 或者是2020年疫情来临之后 当时的股市下跌的幅度特别大 甚至于达到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幅度 在这么大的下跌时 我们无法通过传统的低价买入 高价卖出来获利 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使用我们刚才说到的 做空的方式来 一保护你的投资组合 二也能在短期实现部分的盈利 我是GoMarkus的Mike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金融小常识 欢迎收藏点赞转发我们的视频